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Lightroom的開心調色分享啦 那反正我就分享我的一些學到了 或者是我這次調色獲得的一些經驗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就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或者是有啟發到大家 那這一組照片呢 因為都是街拍系列的 所以我自己是想要把它調整成對比比較強力的感覺 那我自己調色個人喜好是喜歡把暗部對比增強非常非常多 讓暗部的細節變得更凸顯 所以我的曲線可能會長得像一個線性往上 然後再慢慢的平滑到高光的部分 就像這樣一組照片 我通常都會先套一個顏色上去 那我自己是覺得先 第一個要調整的就是綠色的部分 那綠色我自己是覺得 嗯...就是正常的綠色被相機捕捉都會看起來不太正常 所以我就是想要去調整這個綠色啦 那綠色我就會先把它調整 要嘛往藍色去跑一點 就會變成有點像是這個Red Bull的這種淺藍色啊 亮亮的藍色的部分 那要嘛就是往另外一邊調 就是比較黃 比較黃黃的綠色就是往這兩邊調啊 那我這次是把它調到比較黃色一點的綠色 讓它看起來比較... 嘖...和協調這樣子 那綠色的色相調整完之後 我自己是覺得還是太凸顯了 所以我們又降了一下它的飽和度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那個before then after 看起來就協調還蠻多的啦 看起來舒服還蠻多的 紫色的飽和度我通常也會降一下 因為通常出現紫色要嘛就是它真的是很特別的紫色 要嘛就是它就在黑色裡面的一些紫色雜訊之類的 所以我們把它降低 我們看起來顏色會變更乾淨一點點 就個人喜好啦 接著我們就要來一張一張照片來調整階調的部分 那我自己是很喜歡使用我們鍵盤上面的J 快捷鍵J 就是它會提醒你高光那邊炸掉 炸掉它就會呈現紅色這個顏色 那如果暗部死黑的話它就會呈現藍色這個顏色 那我覺得在調色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完全的完整保留你相機拍出來的動態範圍 就是你有的時候你可以直接讓你的高光炸掉是沒有關係的 或者是你直接讓你的暗部壓到死黑也是沒有關係的 就不一定要完全保留這些動態範圍啦 就是我們的主角 我們想要呈現凸顯的東西有凸顯出來就OK 那在廁所前面買早餐的這一張照片呢 我想要讓主角的顏色是有的 但是其他周圍的顏色是沒有 就有點像主角的顏色跟周圍的顏色是分離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我喜歡就使用我們的飽和度跟鮮豔度的搭配 來讓我們主角顏色更凸顯 那我們就是把我們的鮮豔度 把其他不相關的顏色直接把它拉掉一些 就鮮豔度會讓我們的顏色更豐富更多 所以你如果一個很花的很多五彩繽紛的顏色 那你覺得有點太花了你可以把鮮豔度拉低一點 整張照片會看起來更協調一點 那飽和度就是把我們現有的照片就把顏色增強變濃 變濃郁變更強烈這樣子 但是他不會增加更多的不相關的顏色 所以我這邊把我們鮮豔度降低 就是把我們的顏色的可能降低 然後把我們的飽和度拉高 就是把我們顏色現有的顏色濃度增強 所以就可以呈現像這樣的感覺 那這張摩托車的照片 我想要呈現一個完全顛倒的感覺 那我們想要讓背景變得超級繽紛 各種不同的顏色都有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鮮豔度拉起來 讓背景有更多的顏色出來 那在增加新鮮度的同時 我喜歡搭配飽和度來調整 就是降低飽和度 因為我們有一些顏色可能已經過度飽和了 就已經百分之百飽和了 那你如果再拉更多顏色進來 可能會有更多顏色也趨近於飽和 讓我們的顏色的分別程度降低 就變成我們可能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紅色 九十九的紅色跟一百的紅色 看起來都太相近了 那如果我們降低一點飽和 我們百分之九十八的紅色可能已經降低到百分之九十 變成九十九十五跟一百 我們讓顏色的差別 就是色相的對比度 稍微再拉開一點點 那這張照片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在一個小巷子裡面 有一個爸爸撐著雨傘 帶著一個小妹妹 感覺是要回家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溫馨的 我想要讓這個下雨天的那種冰冷的感覺 更加強烈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色溫降低的非常非常多 就讓它變得非常冷 然後把我們的鮮艷度 讓不要有太多花俏的顏色去影響我們的感覺 所以我把鮮艷度降得很低 把我們的飽和度把那個藍色 跟那種綠綠藍色的那種感覺 把它拉到很強烈這樣子 那我也直接把我們雨傘下面的人物 直接壓到死黑 有點像一個剪領的概念 這就是一個自由創作的空間 我想要壓到死黑 就是這樣 呈現的效果我覺得是還不錯 因為那邊就是沒有什麼細節 想要呈現 那我直接用成一個剪領 我也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小妹妹 一個小孩在那邊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就完成我想要呈現的照片的內容 這樣就OK了 那這一張下雨天鑽縫縫的摩托車 這一張照片呢 我稍微想要來分享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台 比較好的 有比較高動態氛圍的一台相機呢 因為有時候你在拍攝 為了捕捉一些瞬間 你其實沒有太多的時間 或者是太多的腦袋去思考說 我到底曝光現在是怎麼樣 其實就是每一個瞬間就是這麼刹那 你沒有辦法去動這麼多東西啊 那所以最好的相機 可能就像這種瞬間 我為了捕捉這個瞬間 然後曝光有點不準確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後製空間就可以把他拉回來 那像這一張照片我使用的相機 可能動態範圍沒有那麼高 我們看到 哇看起來不錯的照片 但是我們的高光其實都已經炸掉了 沒有任何資訊 所以我想要在後製的時候 讓他變得比較lowkey的感覺 就沒有辦法辦到 因為我們的高光都炸掉 沒有任何細節了 我們只能讓他把暗部整個推起來 看起來讓高光比較不會這麼凸顯說 他已經炸掉了 就這個就會局限一些你的後製的 發揮的空間啦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大家都還在追求說 我就是要超高動態範圍 最後這一張照片呢 就是一個在下雨天 然後有一台救護車 從我的畫面中經過 然後剛好後面有一個人 新人啊 剛好也是往同一個方向前進 所以我覺得是還蠻特別的一個 蠻抽象的一個畫面啦 那我為了想要讓我們背景 可能有一些很繽紛的招牌 然後在地板的反射這些 很花 很多變的顏色減少一些 然後只呈現這個救護車的紅色 跟這裡有一個紅綠燈的紅色 看起來是還蠻漂亮的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鮮豔度 降低了一點 然後把我們的飽和度拉強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整張照片 就是讓紅色更加的明顯 然後讓其他的顏色不要這麼突兀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Lightroom 分享影片 希望你們大家有獲得一些東西 那如果你對這個拍攝的幕後花絮 有興趣的話 就很酷 就第一人稱 然後拍攝的幕後花絮 我會放在上方或下方連結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OK My name is Kaiyuan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